白色自小客车车尾被撞扁 尤其右后座的乘客首当其冲最严重 他没了生命迹象受困车内 救援人员把人救了出来 一路CPR跟死神拔河 救护车鸣敌火速直奔医院 他的太太也受伤了 瘫软靠在分割岛的水泥护栏上 他意识清醒左眼撕裂伤 右肩膀和右手臂痛得无法动弹 走路一搏一搏的是造势的驾驶江姓男子 他相当懊悔 因为一时没注意车前状况 酿成严重的追撞 驾驶说他感冒抱病上班 吃了药开车上路 但是路上精神不济 没注意车前状况闯下大祸 车损之外 白色轿车一死三伤 车上是两对夫妻 驾驶是60岁的李姓男子 太太坐在前座 右后座是54岁的李姓男子 跟太太坐在后面 追撞的时候 李姓男子首当其冲 伤重不治 其他三人也都受伤 其中一辆车子被挤压 立刻出动 破坏车将其从内救出 白色轿车已经脱下国道 目前已证物查扣 经过猛烈的撞击 严重扭曲变形 已经变成一堆废铁 两对夫妻共曾出门 从台中北上 车上的人员都送往同一家医院 警方也前往医院了解状况 一时还联系不上家属 事发之前六分钟 连接车被超车的时候 曾经拍下 行车状况不稳 路线偏移 六分钟之后 出事了 TBS新闻 谢国金陈旗 君吴淑平 苗栗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